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又開始今天的《色經》的討論會 我們繼續講到如何建立人的靈命 而我們這一課講到是幫助人清楚明白重生的意思,也幫助他們重生 我們的經文就是約翰福音三章三節和五節 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果 第五節,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神的果 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 好,這次我講到重生這件事,重生是什麼呢? 從這個經文,我們可以看到聖經耶穌說到重生 重生的原文意思就是born again,就是再一次出生 或者是born from above,因為那個字可以解釋到從上面的 所以意思就是從上頭,從神而重生,或者是再一次出生 有生命,就是born again,重生,或者是從上面而生 這就是重生的意思來的,我們就,這個經文就在約翰福音第三章那裡 第七節那裡說,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為稀奇 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裡來往那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那這裡說到耶穌就是講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進神的果 如果是不重生的時候,不能夠見到神的果 就是說,每一個能夠見到神的果,進入神的角度的人 一定是重生的,一定是被神去更生,或者是從上頭而更生 就是一個人不是從肉身生的那種生命 我們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 所以,當我們說到信耶穌的時候,我們不要只是說給別人聽 好像你信,你信就行了,我們需要解釋給別人聽 當我們信耶穌的時候,也是被神重生的,被神去更生的 我們上一次是有說到聖靈內住的彰顯 有什麼彰顯呢?就是會知罪,聖靈會來到叫我們為罪為義 而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就是說一個人 你怎麼知道他真正得救啊,真正重生啊 就是他呢,他會知罪的 他會知罪,他會知道自己有罪,聖靈會提他,他知道有罪 當他知道有罪的時候呢,他會繼續知罪,繼續悔改 他就證明他是重生了的,他是被神更生了的 然後呢,我們也都看過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三節 那裡講到就是說,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沒有人稱耶穌為主 所以如果一個人呢,是稱耶穌為主,就是他信靠耶穌做主的呢 他也都是有神的生命的,他已經是有聖靈在他裡面的 如果不是聖靈的感動,沒有人能夠稱耶穌為主 所以他能夠稱耶穌為主呢,就證明他是重生了的 就是說,他知罪,知罪證明他是重生了,聖靈會感動他,知罪 另外呢,就是感動他會信靠耶穌 那另外呢,就是在加勒太書五章那裡講到 聖靈的果子是人愛喜樂和平,忍耐恩賜良善信實,溫柔節制 就是當人,因為信耶穌而有這些生命改變呢 也都是他得救的表現,他重生的表現 是一個重生的人,他裡面就會生出這些人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賜良善信實,溫柔節制,聖靈的果子 就是有這些生命的改變 其實一個人有這些幾樣的表現的時候,已經是重生的 就是說他會繼續知罪,繼續會悔改,想離開罪 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和主人,還有他有生命的改變 為什麼我們要清晰這件事呢? 因為有時候有些人他只是覺得我信耶穌 有些人呢,就是這樣說我信耶穌 那他就覺得我就是一定得救 耶穌在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那裡講到 凡稱呼我主呀主呀的人不能都盡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盡去 但是耶穌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這些作惡的人 就是有些人他會稱耶穌為主呀主呀 有人稱呼我主呀主呀的人呢 不能都盡天國,就是他以為他信了耶穌 但是他沒有遵從神,他生命沒有改變 他是不得救的 那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很清楚 不是靠行為得救,是一定是悔改信靠耶穌得救 但是悔改信靠耶穌得救呢 神就會重生他了 將他賜給他一個新的生命 他就會有聖靈的內住 有聖靈的內住呢,他就會繼續知序 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 繼續結出聖靈的果子 就證明他是重生了 那為什麼我要將這些觀念重複去解釋 因為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些人他真的不重生呢 他以為他信了耶穌 就是他信的方式是不正確的 他不是真的知道他有罪 他不是真心的悔改 真心信靠耶穌做救主 他不是真心的相信的時候 他口說信耶穌是可以是不得救 我為什麼說我可以呢 為什麼我不說他肯定呢 因為我不知道他到底他心裡面有信了多少 我不知道 不過我只是說 如果一個人他以為信耶穌就這樣信 就行了 他可以是不得救 為什麼呢 有時候他以為信耶穌就行了 那他就真的有信 他真的有信想耶穌救他 他真的覺得自己是罪人 他真的有這件事的時候 他都是得救的 所以我不能夠說這個人 他不得救 我不能這麼說的 因為他以為 他以為就是信耶穌就行了 但是他真的信得很真 那他就得救了 但是當我們明白真理的時候 我們一定知道就是 真信耶穌是一定有改變的 是有裡面的生命和外面的表現 裡面的生命就是重生了 就是有一個新的生命 並且是有神的內住 就是聖靈的內住 我們就成為神的殿 豈不知你是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嗎 我們是有神住在我們心中的 那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就是一個重生的人了 那重生就是什麼呢 就是人本來是從肉身生的 人本來是在罪中的 人本來是靈是死了的 但是現在呢 就重生了 神就叫我們生出一個新的生命 神的靈進入我們裡面 叫我們活過來 這個就是《以弗所書》第二章 我講到 當我們死在過犯罪惡的時候 神就叫我們活過來 又叫我們復活 一起坐在天上 那就是說呢 神就住在我們裡面了 叫我們活過來 有一個新生命的呢 人就得救了 真的有新的生命在 他就得救了 不過這個新的生命是可以失去的 有些人是 真的會 他繼續犯罪 沒有信靠耶穌 沒有真心的悔改 他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正經是有多處的經文 我們這次不是說這件事情 但是當他仍然有聖靈的內住 他仍然是得救 當他仍然有聖靈更生他的生命 他仍然是得救 那當然得救有很多層次 那層次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些人呢 信耶穌 在哥林多前書六章十七節那裡講到 但是與主聯合的便是 與主成為一靈 我們凡是真信耶穌的人 真信耶穌那些 就是與主成為一靈 就是我們跟神的靈合一 跟神合一 成為一靈 那這個人就是得救的 不過成為一靈是有很多層次的 很多程度的 有些人呢 與主成為一靈呢 是緊緊 輕輕有改變 如果他輕輕有改變 他真的改變 他都是得救 不過有些人呢 他改變是可以 是不是真實的 比如 我講一個情況給大家聽 那就是 就是這些人的說話 我不是講這個說話的人是不得救 他是得救的 不過他那個明白 當時來說是真的 很有問題的 那我以前在我 牧養一間教會的時候呢 那因為這間教會是不是我開始的 是已經存在的了 那我就有一次跟一個教友聊天 我就說 你家裡有沒有子女 他說我有兩個兒子 我說他們信不信耶穌啊 他說信 他們已經花了禮了 但是他們沒有回來教會的 那我說 他說 他洗禮沒有回來教會 那他跟神是否有關係啊 那 因為我都很久之前 我都不記得他怎麼說了 總之他兩個兒子都不回教堂的 但是他就說洗禮 那他就覺得呢 他就信耶穌了 那有些人真的這樣以為的 或者有些人說 他曾經試過有 他們很喜歡用的字眼 缺字 我不用這個字眼 為什麼呢 因為聖經講到是 我們死在過範 罪惡過範的時候 神叫我們活過來 不是我們缺字叫我們得救的 我們得救之後 我們可以缺字跟從耶穌 不是我們的缺字 令我們得救的 是神叫我們活過來 我們死在罪惡過範的時候 當我們聽到神的話語 神的靈動功 將我們更新 這個更新的人呢 忽然間醒悟 哇 有耶穌真好了 有耶穌的救恩真好了 我要信靠耶穌 我要跟從耶穌 就是他呢 就覺得是他自己信耶穌 其實是聖靈將他更新了 其實很多人在報道會呢 裡面呢 他是聽了聽到忽然間 更新了 就是覺得哇耶穌這麼好 我想信耶穌 或者他心裡面馬上很火熱 心裡面呢 很感動 很想耶穌救他 很感激耶穌 他已經重生了 然後他重生之後 他就跟人去祈禱認罪 求耶穌赦免他的罪 其實當他更新的時候 他已經是重生了 那你說 那他又沒有口說 其實當一個人心裡面 真是說 神就是救主 神就是救主 神呢請救我 那他就是得救的 那所以呢 當一個人真是真心 在他的心裡面已經是想耶穌救他 他已經是得救的 那我們明白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會說 原來他已經是 神已經將他重生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根據聖經 不是人缺治 所以他變成了 成為基督徒 但是神將他更新 不過他更新之後呢 更新的同時呢 就是同時 這個東西是同時發生的 他也都會是真心認罪 他真心想耶穌救他 不過每一個人 那個得救的過程呢 有些人是很感激神 有些呢 是不是那麼感激神 有些是很回應神 有些不是很回應神的 所以 雖然重生就是 要麼有重生 要麼沒有重生 就是重生呢 當然是一個yes or no 要麼是 要麼是 要麼不是 不過那個程度呢 就是他生命被更新的程度 是有不同的 就是有些人呢 在信主的時候 好像保羅那樣 他是非常之熱切 就是覺得 哇 原來神是這麼討厭的 我素來所尋找的 所認識的 原來是這麼討厭的 我是需要認識 需要認識 這個耶穌才是這個真神 他就很大的醒悟 很大的感激神 很大的回應 他就即時 就是後來阿拉尼亞和他按手 那麼他就 經歷聖靈充滿 和得醫治 那麼他呢 是即時呢 就 生命很衛生去跟從神 就是這個是一個很 很強烈的重生的經歷 神將他重生 但是有些人呢 他們 有很多因素 有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他信主的時候 其實就是信得很模糊 就是不是很清晰 或者不是很強烈 覺得自己有罪 覺得自己也挺好人 不過你說信耶穌這樣就好 那有些人也都覺得 信多過神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想的 他又信觀音 又信這樣那樣 他又信多過 是真的有人這樣 總之心裡面不是真是知罪 或者真是 不是真心的去想耶穌去救他 就是他有這個成份 不過不是很強烈 那麼他那個時候呢 他那個更新是不大的 就是他 他是 神是嘗試將他更新 他也都很多時候 不聽聖靈的感動 聖靈感動他悔改啊 離罪啊 他又不是很聽 他又覺得 或者那個人已經很固執 就是他已經習慣了在罪中 所以他不太覺得 不太覺得 不太覺得自己很多罪 不太覺得自己真的需要耶穌的救恩 也都有時候 有些人解釋救恩是被他不清楚啊 沒有讓他知道罪的可怕性 還有耶穌救恩的寶貴 還有天堂的美好 還有地獄的那種 永遠的懲罰的可怕 我們不是一定要每次都說這些東西的 不過他應該要明白這些真理 知道神救我們脫離地獄 將永生賜給我們 永遠有神的同在和祝福 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我們應該是全心去感激神 去回應神的 那這個呢 就是當人去真心全心回應的時候 他就很大的改變 那在耶穌講的這個殺種的比喻 也都講到解釋到的 有些人是淺土 他的根基非常之淺 那所以一有患難的時候 他就可以跌倒了 那有些可能不跌倒 不過他始終都是根基很淺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他呢 有世上的思慮和錢財的迷惑 將道擠住了 那他信得好 很多難了 就是他習慣在最終生活 習慣在貪愛世界 習慣被人影響 所以他就 很多時候被情緒影響 那他的更新也是很弱的 不過如果他真的有更新 他是重生的 但是如果他不去保持 也有時候有些人是 他信主的時候很強烈 不過不保持 不保持的時候呢 他就不會 就是他會慢慢離開神的 那這個都是另一個問題來的 所以我們是需要明白 神的恩典的偉大 神救我們脫離罪惡的 那種恩典的偉大 我們就全心感激神 多謝天父 感激耶穌 愛耶穌 回應耶穌的時候呢 他的生命的改變是更加大的 但是重生呢 主要說的是那個 可以說呢 就是這個 人的生命 熟靈生命 開始有一個新的生命 那一刻 就是這個就是重生 而 重生之後的生命 是的確有不同 但是重生呢 一個人要麼就重生 要麼就沒有重生 的確是一個 是一個yes or no的答案來的 他真的重生 或者不是真的重生 不過重生的程度呢 亦都有分別 為什麼呢 因為 有些人他在重生的時候 他仍然貪愛世界很多的罪 他不覺得那些罪是可怕 他又不覺得耶穌那麼偉大 那他呢 就不會那麼全心 就是他不是盡心盡性去愛神 他是一部分 他的心靈一部分呢 歸向神 那甚至有些人去到一個很弱的程度 就是他只是好像 思想上 信這個神 但是 他不是整個心靈呢 他意志是願意跟從神的 那時候呢 他的重生 他的更生 是不透徹的 他是有更生 他有重生 不過這個更生 是不強烈的 OK 好 在我解釋了之後 我另外也要解釋一下就是 你們必須重生 就是七節那裡講到 約翰三章七節 你們必須重生 你不要以為稀奇 風隨著以思吹 你聽見風的響聲 他不曉得從那裡來往那裡去 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那這裡呢 是講到人重生的時候呢 就是聖靈工作 聖靈工作的時候呢 就有點像風 那風呢 你又不知道他哪來哪去 聖靈工作你不知道他哪來哪去 不過呢 你聽見風的響聲 你知道有風了 聖靈的工作來到呢 也都是人會經歷到他的改變的 他裡面呢 會有一個 他自己感受到的更生的 這個就是聖靈運作的時候 他知道 他知道他是被聖靈更生了的 雖然他不知道怎樣來怎樣去 但是呢 他聽到風的響聲 他感受到聖靈的工作 他感受到 神給他的平安 感受到聖靈給他的 喜樂 愛 動力 更生改變 他經歷到這些 雖然他不知道怎樣發生 但是他經歷到這個發生 這件事發生 他就知道他是重生的 那 所以我們明白 就是說這一樣的工作 聖靈工作是聖靈 產生的 都不知道怎樣是一個神秘的事 為什麼會發生 不過 我們好像聽到風的響聲 同樣呢聖靈呢 我們都會經歷到他的改變的 那這個呢 這個呢 講到是重生 就不是講到聖靈充滿 聖靈充滿是另一件事來的 聖靈充滿就是一個更強烈的 被聖靈充滿 更生 和次能力給他 那有些人在信主的時候 即時可以被聖靈充滿的 在乎他在信主的時候 他怎樣的方式信主 即是他很投入信主 很感激神 其實任何人呢 是很全心感激神 就算他不是有一個聖靈充滿的人去幫他 他都可以經歷一個很大的能力 忽然間有一個很大的能力 臨到他身上 忽然間整個人好像變成一個新人的 我自己在我一個報道會的時候 我是很明顯感受到這種能力的 當時來說 其實我很多聖靈真理都不知道 但是我是感受到一種能力進入我裡面 是很明顯的 就是我是 當時我就不懂得解釋 這個就是聖靈工作 後來我才知道的 還有呢 後來呢 我就跟我的同學講 我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呢 我犯罪覺得很不舒服 那他就解釋給我聽了 就是因為聖靈在你裡面居住 但是他沒有解釋過 就是那個人呢 就停在那裡 他們都沒有問我 你要回教會 其實那時候 是沒有人叫我回教會 只是我回過一個報道會 然後呢 就有一個銜售課程 然後呢 我就跟著去上那個銜售課程 那我就是 就是認識就是從銜售課程的 他又沒有問我 其實那個人是 看著我在這個報道會順處的 那個同學 就是可以看到他呢 就是其實他幾個同學請我去 請我去的 但是沒有跟進 他沒有問我 喂 我看到你起床 你看到你去後面那裡有陪談 到底發生什麼事 是沒有一個人問我 也都沒有人去關心我這件事 是靠神關心我 有一次我在搭巴士的時候 我那時候住在彭博地 我見到一個同學 乘巴士又去彭博地 剛剛同一個巴士 這個都是神的工作 就是呢 剛剛好 在他跟我同一班巴士 那我問他 你又去彭博地做什麼 他就告訴我 他回到教堂 因為那時候我已經聽過神的 就是上那個銜售課程 那我也都有 就是因為和我傳福音那個人 其實他又不是傳了福音的 因為我跟他說關於 我想知道 就是我告訴他 是不是真的有證據證明 這個是真神 他就回答了我 回答了我 沒有解釋給我聽 以後我怎樣跟從神 一點都沒有講到 那我就 後來就是上了一個銜售課程 在這個報道會裡面 然後呢 就見到一個同學 那個同學 去那裡 這個神安排 接著我問他 你去哪裡 他說去教會 那我想了很久 然後我問他 我可不可以一起去 我就是那時候開始回教會 就是神就用這個方法 去帶我回去教會 其實那時候我很想回 我也都不知道 就是根本不知道 沒有這個觀念 就是信耶穌 認信耶穌你回教會 是完全沒有這個觀念 也都不知道教會做什麼的 但是呢 就是這件事 就 令到我開始回教會 那我就 那些問題 就得到解答 那我就一路一路 認識神了 那這個就是 我在初信的時候 已經 經歷到的改變 在那個 報道會那裡經歷改變 然後呢 就 在裡面 有這種產生的改變 那一次我問過同學 我說 不知道為什麼我現在 犯罪覺得 內疚 他說這就是聖靈的 內存 但是他又沒有問我回哪個教會 又沒有問我現在的 庭神關係怎麼樣 那我就說完 就說完了 我問了他 他回答完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聖靈的感動 我也不知道 他就 以為就答了就算了 這個都是其實 就是說 他本身缺乏了這個訓練 或者他缺乏這個心 怎麼去幫人的靈命 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心 沒有這個訓練 所以他就停在那裡 那 那 大家有沒有關於 重生的問題 或者你可以回應 分享 首先問題先 然後再分享 你自己 重生的經歷 有沒有經歷到 神這種的更新的 改變 OK 好 有沒有人想問問題先 二牧師 我想分享一下 我信了耶穌之後 內身很平安 以前未信之前 很不平安 很憂慮 但我信了之後 內身很大的平安 然後 那時候去教會 閉上眼睛 看見到 在那些腦海裡面 不停的閃閃閃閃閃閃閃 拜神的過來 在我腦海裡面 接著 流淚痛哭這樣哭 就這樣哭 就這樣哭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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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又說看見到這些臉象 到底關係是什麼呢 後來我去教會 他們播師歌 我就站在那裡 因爲然後 比較活動 還有就像老海這樣掌上眼睛 沒名說 Health 病iked 拍aced 才能爭退 茫 爲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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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你看看她的 我心裡很自然地去愛人 見老宿者在旁邊下雨 自己都睡不著 老宿者的黑衣買飯給他們吃 為人祈禱 為失散的靈魂討告 知道天堂是真的 地獄是真的 經常常去親近神 經歷神 經歷神那種同在那種真實 這次我信了之後就100%改變 轉變歸向神 因為我在那個世界黑暗裏面太黑暗了 我經歷太多了 我知道自己一生歸向神 離開世界全身全身跟從神 跟從耶穌 我那時候是這樣的 信了之後就是這樣的生命 OK 好 多謝你的分享 感謝主要的改變 我聽你這樣說的時候 你說到你見到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就應該說一說 跟著你是抗拒那些偶像還是什麼 因為你又說給別人聽 那時候我不是抗拒的 我都不知道為何有些 在腦袋裏面播出 那你是不是跟著之後你又離開那些偶像呢? 離開 跟著就信耶穌洗禮 OK 那你要講得清楚這個次序啊 因為你講不清楚的時候 你就好像你 你重生 跟著你就見到這些偶像呢? 我想你再講清楚 你見到那些偶像 跟你信耶穌的關係是什麼? 不是 不是見到偶像啦 是見到以前拜開的那些廟啊 OK 那你見到的感覺是什麼? 就是你跟你信主的關係? 那時候還不知道 那時候還不知道 OK 那我再問你一個時間上 你那時候還沒信耶穌 還沒信耶穌 還沒信耶穌 發生在什麼時候? 我去了公園玩 跟著那師奶叫我信耶穌 我說好啊 信耶穌咯 跟著她就帶我回教會 第一天回教會 我見那些人就在那祈禱 我覺得人們瘋了 跟著呢 他們就播了詩歌 那些詩歌一播出來呢 我不知為什麼呢 我的腦子裡面就開始播帶 播帶這樣 很多以前拜過的神太 在我腦裡面播帶 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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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我不知為什麼呢 走到那裡 唱歌那裡 就這樣哭 流淚痛哭 流鼻涕地哭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都不知道 跟著她就回到家 我發了一個夢 到自己死了 跟著靈魂飄回家 我看到天有十字架 有光 跟著我去到家 她說你信不信耶穌啊 信不信啊 我說信啊 就決了一字信了耶穌了 就這樣哭 但我信了之後呢 我都很清楚的 我信了我就是100%轉變 歸慶神 離起偶像 離去罪惡 所有難聖的電話號碼都撕了 等了他 一生一義歸慶神 弟弟 欠人家的錢就還清給人家 這個非常好 這個非常好 但是我始終問你一個問題 因為你才說一件事 因為我為什麼呢 我想提醒你和任何人 當你又說到你信耶穌 你又看到這些 你以前扮偶像 到底 那個和你信主的關係有什麼關係呢 你說出來那個關係是什麼呢 那個關係我應該是現在才知道呢 就是說你以前拜的那些是偶像來的 那些是假神來的 現在知道了 我初初就不知道了 初初就在腦袋裡面翻出來 我覺得是神官叫我的罪 聖靈的工作 讓我看到我拜偶像 是一種偶像 一種罪 現在就知道了 但是你當時看到你的心裡面 有沒有覺得不舒服啊 以後看到是覺得怎麼樣呢 你又有多久 沒有覺得不舒服 是覺得不知為什麼有這些東西報出來 OK 好 那由多久之後你才停止那些拜的偶像呢 我一信了耶穌就不拜了 立刻轉變了 那時間性是怎麼樣呢 就是你看到之後有多久 很快 見了一個多月 OK 好 如果你這樣的時候呢 你分享你就可以這樣說的 就是我 這個我想問你那個 你看到偶像的時候 是不是你信了耶穌之後 就是在教堂 去到教堂的時候 還是怎麼樣呢 在那個時間性上 之前還沒信耶穌去教會 去到教會那裡祈禱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祈禱的時候就看到這些 是不是 不是 我站在那裡 我一播詩歌 那些詩歌播出來唱歌 那時候就有這些東西在我腦海裡面 OK 那這個呢 就是可以是神當時去給你 知覺你有這些的問題 而後來呢 你就 現在知道了 以前不知道的 OK 好 那凡例呢 其實你都提醒每一個人 當我們分享 講到我們生命改變的時候 當我們提到一些偶像 或者我們以前的生活的方式 我們都解釋給人聽 關係在哪裡 因為呢 你一講的時候 你說我信主 跟著呢 我祈禱就看到很多這些 拜偶像的情景 那到底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我們有一個目的 我們分享的時候有一個目的 而的確你是離開那些偶像嘛 那所以你是需要解釋這件事 那讓別人聽的時候 不要誤會了 你信耶穌 你反而看到那些偶像 那我們要清楚這件事 OK 那這個都是我們學習 因為我們在聖經裡面 那我這個有沒有重生的證據呀? 你後面那些是重生證據呀? 你看到那些偶像那裡 你就講當時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沒有顯示證據 這個是重生的證據 但是你後來的改變是重生的證據呀? 是啊 後來我那個很自然呀 唱詩歌讚美神呀 很自然傳福音呀 帶人信耶穌呀 還有幫助了勞叔者呀 去愛了勞叔者呀 很自然的心理發展出來的 OK OK 好 那這些就是那個重生的表現 犯了罪呢 都很憂傷的 都很憂慌 是啊 那這個就是重生的經歷了 那就是說 我們自己都會留意呀 就是我們都需要留意 我們自己是否繼續在一個重生的狀況 那為什麼我會說繼續在重生的狀況 因為人是可以失去救恩的 一次得救永遠得救 並不是聖經的教徒 那聖經有講到 沒有人能夠從 神的手裡面奪走祂的羊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哪些是羊呀 有些人的定義就是 總之你信過一次就是神的羊了 所以你就永遠不會失去救恩 但是聖經的確有不同的經歷 就是講到人可以失去救恩的 那那些真的永遠得救的人 他們是不會失去救恩 魔鬼不能夠將他的靈魂搶走的 但是那個問題就是 有些人是短暫信耶穌 是信過 但是後來離開神的 那是可以失去救恩 而我們每一個都需要清楚 我們是不是繼續在重生的狀況 是不是繼續跟神有關係 是不是繼續有悔改 信靠耶穌的心 因為有些人呢 他是說信耶穌 其實我都去過很多教會 有時候講道啊 有時候那些人問我問題啊 我是看到有些人 他真的跟神關係 真的有問題的 那譬如我試過在教堂 問有幾個人在家裡會祈禱的 在那個教堂裡面是少過一半 甚至是好像 就是 四分一左右 四分一左右舉手 我問他們 得救的表現也都是很少人舉手 就是說呢 就是那個教堂的教導是 是不幫助他們很清楚 清楚 和神的關係 還有清楚是有繼續 祈禱啊 刑罪啊 親人神啊 是沒有這些觀念 所以呢 會有這麼少人舉手 那這個真是我覺得 非常之可惜的事 就是有些人他的信仰 真的是非常之弱的 所以有責任去幫助他們 所以也都為什麼我想 訓練更多人 能夠有 要清楚得救 也都清楚去幫人得救 不只得救 我們幫人的人應該是 生命是成長的 和神有一個密切關係的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或者是想分享的 阿牧師 我想問呢 其實呢 這個都說得很清楚的 但是你說 人是可能會真是救恩的 那我想問呢 那人要做一個義人 祈禱大有功效嘛 是不是 那怎樣可以做一個重生的義人呢 就不會經常重生的罪人呢 我感覺上好像不同的 OK 其實呢 在這方面呢 其實我們都多次有講到的 就是說 怎樣做一個神喜悅的人呢 一路親近神 遵從神呢 那我曾經 其實我們這個主題 還沒講到那裡的 那六點 就是得救必然的表現 這必然的表現 也都是幫我們能夠成長的 就是說一個人真正得救 是聖經有講到六樣必然的表現 第一樣是繼續悔改離聚 那這個 最初兩樣呢 從得救的關係 因為得救的時候 人是會悔改 會想離開聚 還有第二呢 就是信靠耶穌做救主 還有主人 這個是得救的時候 會做的兩樣事情 就是悔改 信靠耶穌做救主 然後呢 就兩樣呢 就是關於關係的 就是繼續親近神 耶穌就在我們裡面了 我們就多結果子了 然後呢 就是愛神了 盡心盡聖 盡以盡力愛主你的神 並且是愛人如己 愛神呢 那麼那個聖經也都在 哥倫德前書十六章 我們有講到 若有人不愛主者人可做可就 就是講到呢 我們基督徒 個個都應該愛神的 那又 跟著兩樣呢 就跟行為有關 就是遵從神 和侍奉神 侍奉神 就是說 比如在馬太二五章那裡講到 願意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願意祝福主的弟兄 或者幫助人成為主的弟兄 那這個就是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就是做在耶穌身上 這些人就得到永生 如果沒有做在他身上 就要進入永營的 這個是綿羊山羊的比喻 還有使用我們的恩賜 所以 侍奉神並不是一個 並不是一個選擇來的 是我們個個基督徒都應該做的 侍奉神的意思 不是代表一定在教堂有一個侍奉的崗位 而是我們在日常生活 會去幫助人的靈命 去傳福音 幫助建立人的靈命 去侍奉神 OK 那這六樣呢 一方面是得救的表現 也都是幫我們成長的表現 就是怎樣成長 怎樣成為異人 就是怎樣呢 就是 時時悔改離聚 不只是悔改 有些人會悔改 很多人都說 哎呀我很多罪啊 神赦免我啊 赦免我啊 我真的很多罪啊 他們會呢 就是又哭又叫 那就求耶穌赦免他 但是呢 只是停留在赦免那裡 這個不是聖經的教導 是一定是 進入去憎恨罪 離開罪 就是說罪是有破壞性的 所以我一定決意離開罪 還有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 然後跟著就親近神 因為親近神會帶給我們力量的 聖靈就叫我們結出果子了 尚在耶穌裡面 耶穌就尚在愛裡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了 然後呢 就愛神 愛神呢 神就為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耳朵 未曾聽見 原生未曾想到的恩典 還有呢 遵從神和事供神 這些都是聖經講到我們成長的時候 必然去遵從的地方 而這些呢 也都會叫我們成為異人 就是 行義 就是基督徒所行的義 就是說 我們不單止是信耶穌 我們真的有得救的表現 是有聖結公義的表現 那這個就是這六樣 OK 我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就是怎樣成為一個異人 OK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呢 那我想問一下呢 重生呢 就是我們有沒有在重生 就是我們初始得救 重生在路上 有沒有維持住 在重生的裏面 都是 都會 都會 如果不維持住 都不會在重生裏面 是不是 那不維持住的意思呢 就是完全離開了神 他就會失去了這個熟靈的生命 他完全離開了神 就是說呢 他沒有再祈禱了 他犯罪 不會悔改 不會離開罪 他沒有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 他是可以 就是說 聖靈感動他悔改 他又不悔改 聖靈感動他遵從神 他又不遵從神 那他是可以逐步逐步離開的 即是感動他又不遵從神 感動他又不悔改 也不信靠耶穌為救主 是的 是的 逐步是可以離開神 那我們 就是到底他什麼時候離開神呢 那這件事我們 我不是去定義這件事 什麼時候發生 不過 聖靈感有不同的經文 我等一下可以傳一個文件 就說出人會失去救恩的經文 給大家 在那個 在那個 頻道我會傳的 那如果大家有問題 你也可以再問我的 OK 好 感動他又不悔改 感動他又不離開罪 是的 他又沒有親近神 不會被神改變 OK 好 弟兄你問吧 阿牧先生 我想分享最近 有一個經歷的就是我們教會 用了三個月時間去練詩 去廣告啊 派單章啊 就是有一個報告 報告會的 但是到了上個禮拜六開始的時間 我就坐在後面可以在那裡靜靜的看 就發覺是 來的幾個大部分都是信主的 就是新的信主的很少的 那到了 eventually 就是我在講去到下面我們有茶點 在茶點的時間就 都知道是有一個是缺自信主的 然後他們整個教會 就是那幫人很開心 就是用那個經文啊 這個一百隻羊 有一個走失了 他回來天庭都很開派對 這樣 然後我在那個台那裡 那個台長呢 都很開心地在那裡講 他是師哥班 在那裡分享他的喜樂 但是我當日呢 我簡直是 就是坐在那裡 我簡直是 講不到話 就是我不想潑冷水 就是 and then到第二天 很感謝神 就是那個信主主那個 就是說缺節那個 都有回 星期日都有回教會 and then until 那個不開心的感覺 星期六星期日 我在那裡不斷持續 自己又不是說 就是直接就是 就是直接說什麼好的 and then到昨天晚上 星期一晚上呢 就去參加一個 就是我們教會的那些 熟靈操練 那裡面就是 有在菲律比書那裡講 是要以基督修行心 和他不與神的那個 為強奪 那裡忽然間聖靈提上我 是我自己 是站在高位 去論斷這個整個 因為神是要求我們 只是與祂同行 並不是說我們做什麼 好像我的心 都以為我們做這麼多事情 應該很多新的進來 這樣 我發覺我這個思想 原來是 是不得神喜悅的 也都因為這件事情 我自己的誤解 是令自己兩天 簡直是很不開心的 但是另外其實有一個問題的就是 為什麼現在的教會呢 你和朋友 你請他喝茶去喝咖啡 很容易的 但是你告訴他 教會我們有個茶桌 有什麼來講 想叫他回來呢 是難似登天的 這個我是很著急很著緊 我也知道我急是沒有用的 但是始終是有一種很急的感覺 我講完了 OK 多謝你的分享 那麼 在這個分享 我又想問回你 你會想回你當時很不開心 你覺得是 是不是因為你見到他們 這麼多努力 只是一個人說信主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你就不開心呢 不是一個人信主 而是我感覺 就是現在為什麼會 我們老實在說的effort 為什麼這個世界 為什麼外面的人 這麼少人會走進來聽 不要說他信 說即時決自信主義 就是看到全部 大部分超過90%以上 都已經是我認識的人 就是真正 就是所謂的嘉賓 是很少很少的 OK 就是你心裡面 為了很多人都不願意去到教堂 去到參加這些報道會 而傷心 是不是 是 OK 好 因為我想了解是什麼情況 那你這個傷心 是 某程度是正確的 就是 就是說 我為了神的天國 憂傷 因為 很少人信耶穌 很少人信天國 為了這個世上的人憂傷 我覺得很可惜 那些人沒有興趣 這樣 那就 這個一方面 就是說 我們可以為了這些 天國的 就是 教會裡面 去 傳福音 去做報道會 那個果效 那麼弱 我們就心裡面 憂傷 或者少人信耶穌 這樣 那這個是 都是有一種 就是說 我想多些人信耶穌 而另一方面 我就會這樣 回應 就是說 這個憂傷 都是 就是 聖經 也有講到的 譬如說 尤尼米 為了以色列人 不聽話 就很憂傷 那 就是在神的家裡面 在天國 我們真的見到 很少人信耶穌 這個人 都會可以 因為這件事 憂傷的 那 那你說給我聽 你憂傷的時間 都是 可能兩天 左右 都算是好 你都很快 recover 很快 恢復 這件事是好的 那我的回應 就是說 這方面 我們憂傷 但是我們就學習了 就是我們 當我們了解 這個世界的 對抗神的情況 因為實際上 是 就是世人 對於耶穌 是很無興趣的 是越來越無興趣 在聖經也有講到的 在末後的日子 那些人 是完全對神 沒有心的 那這個是真的 會發生的事 那 我們知道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 我們怎樣可以得力 就是我們怎樣可以 有力量 所以 將那個 憂傷 就變成 熱切 神啊 你使用我 賜給我聰明智慧 賜給我火熱的心 幫助我 怎樣去 傳揚福音 那就 不要停留 在那個憂傷裡面 那我聽你說 你都不是停留 在憂傷裡面 不過 就是長時間有沒有影響我們呢 我們都去反思了 我們怎樣可以 不是在這種 長期的憂傷裡面 而是呢 能夠 長期得力 將那個憂傷變成得力 就是我時時都得力 我很想去 給神使用 去祝福更多人 那我呢 都繼續去 再回應 就是說呢 我們都同時 另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見到 世上的人是很 冷淡 我們又見到 教會有時可能 用很多功夫 只得很少的果效 那我們都求神 給我們智慧 聰明 和各樣的方法 怎樣 興起更多人 去傳揚福音 那報道會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如果 叫多人去那個報道會 當然好 不過也有很多教會 他們都講同一個情況 就是 報道會的時候呢 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是很少是 不是信耶穌的 那 那我都會這樣說的 如果真的 報道會有一個人信耶穌 都是好 就是好 就是好過沒有人信耶穌 那如果那個報道會 就是有更多人信耶穌 更加好 那我其實覺得呢 報道會其實 很多事前的功夫 就是很多基督徒 他真的邀請他的朋友 向他朋友作見證 邀請他回來 這個都是一個 事前的工作 讓我們能夠邀請到 那些不信的人回去 還有那些基督徒 學習傳呼音 因為大人信耶穌 不是只是報道會 可以在個人的生活 個人的見證 個人的分享 就是各樣的智慧 那我也都鼓勵基督徒 就是我都曾經說過 就是用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這些工具 在網上散發不同的見證 尤其是和生活有關的 因為世人是對於單純說耶穌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我們說到生活上有些困難 然後耶穌怎樣幫助我們 可能聽的人會比較容易一些 還有我們都可以進入人的生命 譬如他生命中有什麼困難 我們都讓他聽他說 回應他的感受 以及分享我們 或者有人經歷過這些同樣的問題 又被耶穌醫治 即是那些人更加受訓練 去為人祈禱 或者學習按手祈禱 有聖靈的能力 為人按手祈禱 幫人經歷聖靈 這些都是一些方法 我們可以更多人去傳陽福音 去更新人的靈命 即是以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真正傳福音 就要跪下來祈禱 因為我這麼多年 信了十幾年福音裡面 我都是用祈禱的 我看到神真的聽我的祈禱 是真的我這樣說 他就這樣去那些人這樣信 我是真的會在這裡祈禱的 OK 好 而且你有一個愛聯盟的身 很簡單 我就求神主 你聯盟我們 給世人一個謙卑的身 OK 這是我對你的回應 我們現在到這裡為止了 我們一起祈禱 一起親近神 親愛天父 求你聯盟這個世代 首先幫我們自己清楚 重新得救 都知道得救的人 必然有的表現 就是會繼續知序 繼續信靠耶穌做救主 亦都會親近神 愛神 遵從神 和侍奉神 這些都是得救的人 會有的果子 求主幫助我們 清楚自己重新得救 如果我們未曾重新得救 我們真心悔改 真心為我們的罪悔改 知道這些罪是可以叫我們落地獄的 我們真心悔改 求主耶穌赏我們的罪 拯救我們的靈魂 將永生賜給我們 求耶穌更新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真是有重生得救的經歷 求主也都賜給我們火熱的靈 去幫助人得救 因為世上有很多人是沉淪的 是離開神的 是失去神的救恩 求主耶穌你憐悯 拯救他們 使用我們 賜給我們動力 賜給我們信心動力 去傳揚福音 多謝天父 主耶穌求你憐悯這個世代 真是 是一個越來越難傳福音的世代 因為人的心剛硬 人只是對於自己的事有興趣 人對於世上的事有興趣 對於神是很少有興趣的 求主耶穌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賜給我們動力 去更新人的生命 也求主幫我們建立那些軟弱的弟兄 如果他們本身都有信主 但是信得軟弱 我們幫他清楚得救 清楚成長 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也都是對他很大的祝福 也到這些人信主之後 也都可以有更大的果子 能夠結出各樣的果子 主要幫助我們 有這個信心去更新更多人的生命 就是說我們都幫助人靈命更新 幫助人整個生命提升 當他們靈命更新的時候 他們也都自然會有存福音的動力 求主賜給我們這個動力 賜給我們這個更新的生命 讓我們常常親近你 時事親近你 就滿有聖靈的果子 滿有從神而來的動力 就很有熱切的心去拯救靈魂 求主恩待祝福我們 提升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神啊你是重生人的神 你是更新人生命的神 你提升人生命的神 我們多謝你 求主提升我們的生命 去到一個更高的層次 讓我們深信 我們可以給神大大使用 多謝主 感謝主 有關 有,有, 0, 0, 0 有,有,有,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